這幾天高雄公務局是積極的清場 老舊的圍樓 發現有六棟老舊的大廈 逃生出口都是被堵住了 甚至是有人把逃生 梯給封住 變成了辦公室 現場狀況如何 聯繫給記者 蔡孟均 好 直播透過畫面看到 拆除工人在一處商業大樓裡 不斷拿鐵膠把隔板砸破 而隔板後面竟然就是逃生走道 等於說整個逃生出口是被封死的 如果發生災害裡面的人根本無處可逃 公務局積極徹查全高雄 沒有管委會的上班大樓 發現像這樣危險的大樓 就有不少 我們來看一段公務局的訪問 希望在四天內完成二十二棟 是屬於也是沒有管委會的住商本格 那所以這樣子總共五十六棟 在沒有管委會住商本格的 這樣的大樓就告一個段落 而公務局也表示已經要求相關機關 一定要嚴格執行公共安全檢查 而同時也呼籲除了公務單位 積極徹查之外 民眾平時就要有危機意識 重視公共逃生的空間 也希望別再出現第二次 城中城大火的類似意外 以上是記者掌握這些情況 我們將時間鏡頭交還給朋友的主播 認真了 吾 同時 委員 histoire